有做一个名称叫编号 那如果说像姓名 总销量 名字业务水准 如果你通通这四个通通要一次的 全部都变成一个名称的话 那以往可能你他再选 然后再加 再加 加做四次 这边有四个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 利用一个功能 就是像刚刚讲的 从选举范围建立的话 你会发现我一次可以选四个 那他的好处是一次可以建立四个 那你只要告诉他说 我的名称通通在顶端列 你就帮我通通都建立 那个名称就可以 那从选举范围建立顶端列 非常好用的地方是 你就可以省掉很多时间 建立那些名称了 不然以前的话 你可能要一个 两个 那如果你有100 很多栏位的话 十几二十栏的话 那你岂不是还要做一 那如果说你懂得利用 从选举范围建立 顶端列的话 那其实你只要把那个范围选起来 他自动会帮你把上面的名称 对应到下面的范围 上面的名称 对应到下面的范围 OK 按个确定就可以了 那你会发现 在名称官员里面 有没有 吴博威这个范围 对不对 再来总销量 这个范围对不对 当然特别注意 如果说这个范围 你做完之后发现 不对的话 记得你可以把它删除 重新再加一下 或者是说 如果这个范围 假如说总销量应该是 在这个范围 在这个范围没错 可是却跑到这个范围好了 像有的时候 你发现奇怪 怎么这个范围不对的话 怎么办呢 那你就会怎么办 可以把这个范围 再重新选取 重新选取之后 重新给他一个 比如总销量对照的范围 是在这里 你就重新再 帮他再选一下 旁边有个打勾 打勾表示 重新再输入一个正确的 OK 或者将来 当然总销量范围增加的话 你当然也可以再修改了 OK 好 把它按关闭 关闭完之后的话 那我们将来 其实这个公式 刚刚是B3到B10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当然你可以 进到里面之后 这个名称 你也可以按F3 那也可以把它变成什么 姓名 也可以变成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 基本上 也是一个范围 等于是它 有点像帮你转换 姓名转换到那个范围 结果也会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利用那个lookup函数 去帮你做出来 那那个lookup函数呢 它主要的特性就是说 你的编号在哪里 你的编号的范围在哪里 去找到同样范围 相对位置的姓名 帮我把它抓过来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可以利用lookup函数 来帮我做完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它改一下 改什么呢 改那个用 vlook函数来做好了 比如说像这个范例 如果我希望把它改成vlook函数 所以你其实可以把这个lookup拖拉按个cntl键 把这个地方改成就是叫v好了 vlook函数 那后面因为这边已经有个vlook函数了 所以这边你就是有个光合2留下来好了 不然名称不能一样 那差别值是怎么样 把刚刚底下的这个lookup函数掉 假设你先查询 因为刚刚就有同学问说 到底lookup跟vlook函数有什么差别 其实你第一个当然你要先了解一下 它的引数哪里不一样 然后相关的特性 我们先来看一下 首先 vlook函数你把这个东西复制过来 然后把这里面公式函数掉 这个下拉清单还是留下来 如果说我今天同样的范例 想要把它改成所谓的vlook函数的话 那你可以插入函数 找到检视与参照的最下面一个 这个 vlook函数 按个确定 它会问你四个问题 那刚刚只有三个问题 所以第一个差别 但你要了解 其实每个函数 你要了解它的话 其实最重要就是了解 它到底要跟你要什么资料 那你要给什么资料 给对了 它就会给你对的结果 但是给错了 当然自然了 你就会 会有问题 那可是有的同学 可能刚开始对于什么 对于这些 该给什么 会比较有问题 所以其实你 当然也可以 可以先了解一下 它底下有一个相关的叙述 这个函数在做什么 然后每一个函数里面呢 你还没点选之前 它都会怎么样 给你一个说明 是中文的啦 虽然这个中文 你全部把它读完 你还是不知道要做什么啦 不过至少 至少它有给你提醒嘛 比如你look函数 然后它说 是您打算在表格的最左栏中搜寻的值吗 最左栏嘛 OK 它这个意思是说 你要找最左栏 那个范围里面的最左栏 然后table array什么呢 table array是 要在其中搜寻资料的文字数字 可以可为储存格范围的参照位置 或范围名称 可能读完之后 还是不知道它在说什么啦 不过至少它有一点诚意了 至少给你一点东西了 虽然这东西的话 感觉好像 这个 然后Column Column Index是一个数值 它说是什么 第几栏 关键的第几栏 然后lookup range range lookup 指的是一个逻辑值 所谓的逻辑值 就两种可能 一个是true 一个是false 跟一个开跟关 或者用0或1也是一样 如果是true的话是1 false的话是0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到底该给什么 通常看到lookup value 其实指的就是你要找什么 lookup value 讲白话 其实就是你要找什么 那你要找什么呢 我要找的就是编号 是002的 OK 所以应该可以理解 那可是他这地方没办法 就是 现在应该写白话一点 你写这么 这么 这么 或者最好旁边还有一个动画 告诉你怎么做 或者点击下去 可以连接到吴老师的YouTube频道 教你怎么做 那就更棒了 可是他以目前为止 可能还没有办法 不过未来我想这些应该说明的 是不是应该再把它跟一些 就是比如说影片连结的话 那更好 因为现在看完之后 你大概就会了 最好了 你这一套东西office就大卖了 不过现阶段是不太可能 所以你们还是要来上我的课 还是要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 查什么 第二个是table table一般指的是表格 而对的话 指的是一个范围 或者叫做阵列 那其实意思就是说 你要找的那个表格 就是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我们现在要 查 要这个东西要到哪边查 那基本上请你把那个 栏位名称不要选到 选的是这个范围 OK 那其实V对函数字 它的逻辑是 这个东西 它会在 这个叫table array 就是其实我把它翻译成叫对照表 它会在这个对照表里面呢 去帮你找什么 找这个对照表里面 一定是第一栏 一定只会找第一栏 OK 所以V对函数字有个限制 就是说 如果你的资料不是在第一栏的话 那就不能找 OK 所以一定是在第一栏 左边的第一栏 那它会帮你怎么样 把这个002找到 在这里 找到了 然后呢 那再来就是说呢 这个范围里面的找第一栏 那你COL 什么 这个COL 其实就是COL的缩写 COL的缩写 Index呢 指的是索引 意思是第几个 所以讲白话就是 那你要找到之后 要帮你抓回来是第几栏 第一栏就自己啦 如果你是1的话 那回来就还是002 如果你是2的话呢 那就是这一栏 3 4 5 所以基本上 你填2的话 它帮你抓这个 张弦亚 填3就抓这个 4 5 OK 所以特别注意 COL指的是你要抓相对位置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相对位置 好 那这边我们把它填上2好了 填上2之后的话呢 Table Array 记得选这个范围 OK 那选完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是 最后一个问题 它问你说 那如果你 如果你有没有 找到的话 那没问题 那如果找不到的话 怎么办 所以如果你找不到 假设你用0的话 那是指的是 你要找一模一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找002 会有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找009 如果009找不到怎么样 它会返还给你一个 就是找不到的讯息 就是NASAVAILABLE NA 应该有看过那种讯息 那如果我说呢 你今天用1的话 它是指什么 如果你找不到没关系 你帮我找最接近 如果你输入009 它会帮你把008找回来 OK应该可以了解这个道理吧 所以我们试一下 如果我用0先试试看 OK按个确定 彰显压出来 那如果说我今天 把这个改成009 009没有嘛 按Enter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 它会跳一个讯息 什么讯息呢 就是 紧 NA N的话指的是NAS A的话是AVAILABLE 就是找不到 OK 它没把它翻译成中文 找不到 好 那这样比较 所以NAS AVAILABLE 可以把它取消掉 那因为是清单 所以它找不到 它会帮你跳回来 好 那同样的方法 就是说其他 当然我可以把其他的欄 再把它找完 所以 基本上如果说 我要把其他欄找完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或者是我把它改一下 刚刚的公式 改成1的话 会不会比较OK 比如说1的话 我刚刚把它改009不行 对不对 那现在009有没有找到 有找到 所以它一样 它会帮你带资料过来 但是你会发现 009没有这个东西 它跟你讲不正确 这个是因为那个 下拉清单的关系 下拉清单找不到009 所以这个 如果你不用清单 它不会出现这个 那它一样会帮你带过来 不过它帮你找什么 找008的 一样帮你带过来 所以特别注意 Lookup 如果你用1的话 找不到它会找接近的 OK 所以这两者差异 我想各位要了解 那其他的公式怎么 再把它完成 刚刚我是把它Ctrl C 对不对 然后取消一下 在这边怎么样 Ctrl V 那只要怎么样呢 我要找第三栏 只要怎么样 把那个栏 本来2 改成3 打勾一下 打勾一下 就过来了 好 然后呢 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4 改成5 OK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这边再贴上 这边再改成4 再打勾 就带 名次 再来改成5 可是之前就有同学 会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老师那如果说 我今天的栏数 不是只有5栏 我可能有50栏 不是那个饮料50栏 是那个真的有50个栏位 那这样怎么办呢 那不就一直贴50次吗 那这样不是很浪费时间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这个2 3 4 5 用某一个函数 它会自动帮我带一个数字过来 然后帮我产生什么 2 3 4 5 那这个数字的话呢 它怎么来的 它其实是从 你想说 有什么方式可以 帮我自动产生 刚好数字会增加 其实你就要想到说 刚好我们向下填满的时候呢 刚好向下 那列会增加 向右 蓝会增加 所以我们 这个2 3 45的数字 其实刚好可以参照到 这个 就是它现在在第几列 绝对位置 绝对的位置是 现在是在第四列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取得现在第四列 我只要把它减掉2 减掉2之后呢 它就变成2 刚好就第二栏 那如果我向下一列 第五列 有没有我向下填满嘛 向下就变第五列 第五列减掉2 5-2 3 下一列 下一列 6-2 4 刚好2345 OK 可以了解那个道理吗 所以刚好同学 之前有问到说 那我要怎么样刚好2345 其实你如果说比较不熟的同学 我就建议你可以在旁边先练习 插入一个函数 一样是检视与参照 里面的叫做RAW 这个还蛮好用的 这个RAW函数 其实如果你会用的话 你可以配合RAW跟COLN RAW是列 COLN 可以做很多的变化 尤其查资料的时候 它会自动帮你去查到 自动 OK按确定 直接按确定就好 因为不需要告诉他说指定哪一个储存格 4 有没有 4567 可是4567不是我们要的 你可以减掉2 向下填满 2345 对不对 那接下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 有没有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里 的这个位置 2嘛 所以其实你可以 干脆把这边 不要等号不要复制到 然后RAW-2 放到这边 2的位置 把它贴上 就是把刚刚那个 本来是2嘛 现在用这个来代替 按打勾 向下填满 放开 OK 那你会发现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向下填满的时候 这个范围 要锁起来 所以F4 那因为其实如果 其实蓝不用锁 所以我习惯的是 只锁列 因为只会向下 那么锁那个列就可以 不要让它动 好 向下填满 对对对 上面这个也要锁 不然它到时候会跑掉 所以这个也是F 锁列就可以了 OK 好 向下填满 这样就完成了 好 所以特别最后 哎 请你最后再把它跟 怎么讲 跟那个RAW函数 绑在一起 RAW的话是参照 参照 他现在他哪一列 那你必须把它-2 才会变成345 好 那 因为向下填满了 所以记得把它锁起来 我这边是只有锁列 为什么只有锁列呢 因为只会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才会增加 向右填满 才会蓝会增加 所以这个地方 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是把刚刚的 LOOKUP的这个函数 工作表复制一个 请各位再练习看看 用VIL函数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